相应531世界无烟日 秀林香卫生所结合了 秀林香部落交流协会 举办了保护年轻族群 免于烟伤操控 并预防他们使用烟品和 尼古丁商品及亲近家园活动 配合烟酒、槟榔及毒品的防治等 健康议题 对烟酒兵危害健康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让民众对周边环境提高警觉 而让吸烟者提升抵抗力 远离肺炎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相应531世界无烟日 秀林香卫生所结合 华林县秀林香部落交流协会 办理保护年轻族群免于烟伤操控 并且预防他们的使用烟品 以及尼古丁商品及亲近家园 让烟酒兵说不 让我的身体更健康 让我的身体更健康 社区无烟害 无烟酒兵的环境 影响健康飞养的人生 影响健康飞养的人生 经约初男金正雄表示 除了让民众了解烟酒兵囊 以及毒品危害之外 也鼓励曾经接触烟酒兵囊的民众 职业里面有夹量一大堆的毒品 雄香卫生所获理师林小军表示 这次结合雄香玻璃教育协会合作 狼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整个烟害 就是赶出这个社区 那也希望民众在进入我们家湾社区的路口 可以洗烟 让他进到社区里面 可以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那让大家都有一个很干净清新健康的社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 每年全血有700万人死于烟相关疾病 甚至超过50万以上的妇女死亡 也与烟害相关 在台湾则是平均不到20分钟 就有一人因为烟害而失去宝贵的生命 也呼吁有烟害或是想建议的民众 为了自己的家人健康 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门诊戒烟服务 或是拨打免费戒烟专线 0800-636-363 协助戒烟互费 更能够戒烟防疫 记得终于全家们到